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鬆仔鬆太戀咖啥 今天我就因為上一次 大家記得有幾個月之前 就犯下嚴重的交通事故 就是超速 哦哦哦哦 然後被摩托尼被人捉了 終於就要上駕駛改進課程了 但我這次的體驗 我告訴大家 是比上一次好很多 因為第一件事 是捉不出戶的 這個體驗是 我這次是懸船 懸船不用離開自己的家 上一次要去酒店那裡 還要晨這麼早去到 幾乎我載你去 不是我自己駕駛的 我自己駕駛的 還要咖啡和啤酒 又要跟那些人chit chat 我覺得很煩 其實大家 大家去上課 又怎會想跟別人交流呢 沒有人是情願的 每個人都像死爸爸那樣的 就是get it over with 沒有人是會想留在那裡的 那個樣子都是很頂喪 你沒見過這麼頂喪 每個人是初四初七的樣子 簡直是 總之就 有這麼難看 都這麼難看在臉上 那網上上有個好處 你見不到別人的樣子 你完全不需要見到他們 那我上課的半老 我才發現原來的按鈕一按 是可以見到全部人的 那我糟糕了 因為我有曾經撩過鼻屎 哈哈哈哈 我希望他們看不到 不過我相信都沒有人會察覺這件事 我不覺得有人看過screen 那他教的東西 就基本上跟我三年四年前 上課那一次是一模一樣 但是就濃縮版 因為online那個課程 是短於去他那裡上課的 去那裡上課是廣足三個小時 他還要把你分開幾個小組 然後要你們自己討論 寫紙什麼 但是變了online之後就容易很多了 你自己找一張筆 這樣放給他看就行了 我還懶得我只能拿一個ipad寫下來就算 他說你這個不是紙來的 不隨便 你要看得明白就行了 舒服很多 因為我可以在床那裡完成這件事 雖然都要大概兩個半小時左右 但是整件事是方便很多的 也都便宜過你交罰款 交罰款是100磅 上一次online course 只是87磅而已 是嗎 我以為同家 你外力也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什麼 因為你上了online course 而教這個online course的人 得意可以出到薪 還有可以 推動經濟 推動經濟 多了一個職業出來 因為我問事情 沒有什麼人回答 但是因為我記憶由新 他又要問我 他又要我回答 那我就回答 他看這個人以為你不懂 我回答完之後他問我 你是不是剛剛上了google查的 我說不是 我是真的記得很清楚 那些東西 因為他教的不是我飯的那些 他教在30的路段 怎樣分那條路是30 那種 靠看街燈的距離 那些我早就知道 那些是logic來的 但是在motorway 被隱形戰車抓的 那些是沒有教的 那些是沒有教的 因為我是屬於另外一個category 那些是沒有教的 那些答案這麼標準 我沒有他 因為我拍了800多集youtube 裡面其中有二三十集 都是講這些東西的 所以我很難不認識的 我不是教大家超速 不過這次的體驗非常之不錯 我沒有想過他用Microsoft Teams的功能 就是網上教學的功能 是收得很軟 那個老師也是在家的嗎 那個老師自己也是在家的 但是他是化行妝後面設定了背景 他不是像我那樣的背景 但是他後面是有服 都是這麼多 有fireplace 他都是藍色的 他都是有fireplace 很漂亮 打光燈 非常專業 打光燈 他只是打光燈給自己的樣子 不是打光燈給後面的東西 OK 他就不會介紹後面的東西 但是他也很friendly 也真的學到東西 如果你從來沒聽過的話 我只能夠這樣說 很多人都問我 上課有什麼用 上課除了學知識之外 不用教訓 不,不用加分 不用教訓 你是不用報給原素公司聽 你上課後就當作一包銷 抹掉 不過你在VLA裡面的紀錄 仍然在 為什麼呢 因為下一次抓你的時候 就要看你有沒有資格 去再上課 因為你三年內只能夠上一次 就不能夠在三年內上超過一次 上完一次 你讓他知道 你再抓到 那就直接罰款 沒有了這個機會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小心 而且不是每一樣 超速都可以上課 超得少才可以上課 輕微犯罪 就可以重犯那些 即是公路狂奔 Fast and Furious 那些 Vindiso 那些 對 那些就直接釘牌 是不能想的 那些是不用上課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身示範了 好了 今天究竟要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事不宜遲 立刻去片 小弟 你最近有沒有看鬆仔的腳脈 蛤? 你說過肥仔? 是啊 他常常說肥 但我就常常叫他吃東西 老實說 他真的很肥 蛤? 老實說 老實是誰? 是啊 老實不是人 難道是神? 神鬼神話嗎? 我說鬆仔 誰在說我? 被他發現了 沒有 我說你英俊 小弟 不是啊 你明明你剛才說他肥的 誰說我肥 走鬼啊 好了 大家跟大家說的 就是 這個星期 在網上 我經常都收到別人的PM 在群組裡傳來傳去 那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位 二英的朋友仔 就是 在上網 教大家 怎樣省價 怎樣省錢 好啊 不過呢 他就稍為用錯了少少方法 那是什麼呢 就是他呢 就走去這個 超級市場裏面 就買一些產品 專門選一些產品上面 是有一個包裝 就是標籤寫得到明 如果你不滿意這個包裝 這個標籤 即是你不滿意這個產品的話 那你可以呢 最少要寫15字的原因 就說你究竟為什麼不滿意這個產品 是 然後呢 然後呢 你上去那個食品的網站那裡 你就可以輸入你的個人資料 然後呢 你可以claim回那個product的錢回來 這樣 是 是 那這一位港媽 就不單止是自己做 嗯 他還教人做 是 還有呢 他也是公開地 是宣揚這一種 就是叫大家一起做 省錢方法 是 那就引起很多網民的群起工資 就是覺得他好像是有好處拿到盡啊 就是 用不用那麼絕啊 是 那我覺得呢 就是現在英國經濟不好 嗯 那很多人呢 都會出盡辦法去省家 嗯 有些人就很極端啊 可能在家裡完全不開暖氣啊 不用熱水啊 是啊 要用蠟燭來煮東西吃 很淒涼 很慘 是啊 那就是 會有一些人是用一些很extreme的方法的 嗯 但是我覺得呢 那就是你自己用呢 我覺得你自己用無好口非 就是你自己用人自己用 是啊 但是你自己用到 你上網去宣傳這件事呢 那就是不道德了 我覺得 嗯 因為那你很難阻止 他利用這個漏洞去做這件事的 嗯 講真的 一個成年人 去到四五十歲 是吧 嗯 對和錯 他如果不懂得分的話呢 那基本上你跟他說都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他都是不會懂的 是吧 他就是表面的人說 啊 你說我錯啊 你覺得我錯 我不覺得我錯 除非他覺得自己錯 他是不會做那件事的嘛 人家那個產品的原意 很明顯就是用來改善他的質素 是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的 為什麼你不喜歡呢 為什麼你不喜歡呢 可以怎樣改善呢 他想知道為什麼你不喜歡 那從而呢 因為你給了一個建議我 一個正面的建議 一個有constructive的建議 所以呢 我們就給你這個product的錢 作為這個補償 嗯 希望你下次可以再給我們一些正面的建議 那咯 一家公司呢 你這麼多產品推出 拿東西出來 你很難阻止別人去做這些事情的 嗯 可能阻止別人去利用你這個system 你以為他不知道嗎 作為那個生產商 他自己都知道的 嗯 但問題是 你作為那個用家 你沒有理由公開去宣傳這件事 我覺得他最錯的地方 就是宣揚這件事那裏 嗯 這個呢 不是一些單獨的case 也都不是說香港人 要拚著數就會做的事 因為其實全世界的人都喜歡拚著數的 英國呢 也都有譬如有些tiktok啊 那些video shots 經常都見到一些 英國人的youtuber 或者什麼tiktok的blogger 他們都會 上去網上教你怎樣去拚著數的 是啊 不過就 如果是這個很噁心的情況 就稍為少見一點的 譬如有些什麼呢 有些是公開教人呢 你去那些時裝店 什麼Mars & Spencer Primark Nix 那些呢 那你去買衣服 那你有30天退款的嘛 嗯 買完穿下一點 回來第二天還給他 嗯 只要你不剪牌 只要你不剪牌就可以了 免費的了 你經常都有人教這些的 是啊 就是阿松太太也看不少 但是 他有那個policy在那裏 給你這個原意 就是這樣做 就是你是破壞了 他的那個 誠信制度問題 就等於你去日本 嗯 因為日本很多餐廳呢 都是不用給deposit 你可以預訂到位 是啊 甚至乎連租車都不用給deposit 都可以租到車 嗯 但是他是一個honor system 就是他是 就是 他信你 他信你 是一個誠信的制度 但是你如果不保持這個promise 的話你破壞的 那他沒有東西很簡單 是不是以後沒有這些 英國那些已經破壞了 以前可以三個月的 退三 三個月的refund 是啊 我告訴大家 我聽過最糟糕的一個 這個是當時都已經被人遺產的了 嗯 話說有一個某某移民的香港人 嗯 他呢就是 自己 在costco那裏 就買了一張床褥 是 那他告訴別人呢 他將會在三個月之後 將那張床褥退回costco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在香港 有一張幾萬元的床褥運過來 那剛剛那些家當到了 那張床褥就不用用了 那他就退回costco costco呢 就是有一個三個月 不問原因 任你退的policy 的 如果你是普通產品的話 電子產品就好像是一個月 我沒有記錯的話 因為我有退過 我試過在costco 買過一條LG的生疤 我回來覺得那個音質真的很差 受不了 但是呢 我已經連盒子都扔掉了 嗯 就是我沒有想過退的 本身 我上網看了review 覺得OK的 那我就用了 但是我真的覺得那條三巴很差 而同時間 它有另外一條Samsung出的 我覺得應該會好些的 那我就這樣把那條三巴 整條拿了回去 它是完全沒有問過任何東西 也沒有問我拿回盒 它就直接退回錢給我 那這個是我令我覺得非常厲害的 不過costco不同 costco是membership制度 它本身已經收了你一個 都幾大的數目 幾十磅一年的會費 所以它有本錢做這件事 但是不代表大家可以濫用 有些什麼情況是你濫用完之後 英國去沒有了那件事呢 機場泊車就是這件事了 現在大家有很多人投訴 上網看見到 哇英國機場怎麼搞的 拍下Drop off要5磅 Pick up又要5磅 Manchester那些小機場都要 喂人家國際大機場都未去到這樣 有什麼理由英國這麼貴 就是 我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為什麼 就是 有傳有香港人 在早一兩年前 做接送那些 就告訴別人 去機場泊車不用錢 Drop off那裏 你照樣在那裏 Pick up可以 Pick up那裏 可以省錢 不需要泊去 Short Stay Car Park那裏 但是 人家機場的職員不是傻的 以及機場裏面有海關 有其他 是香港人 OK 他們是知道你們在做什麼 然後就是針對那件事 而去改了規例 所以我覺得 你做 沒有人可以控制到你個人的行為 在你不影響其他人的情況下 但是如果你把這些不對的行為 再大肆宣揚出去 然後告訴別人 感覺好像你不做就笨 這樣 我覺得這個就不能接受了 說真的 你說在機場那裏 Drop off的地方 走去偷雞 接一接送嗎 有沒有試過呢 當然有 我說沒有 你也不相信 說真的 但我絕對不會教別人這樣做 也不會在網上告訴別人 因為我做了兩年Youtube 我什麼時候有教過你 上網去哪裏呢 偷雞做到什麼 去那裏呢 你不用你那個規例 你直接這樣做就能夠做 我沒有這樣做過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 你明知道是不對的事情 你自己做 真的阻止不了你 但是你不可以宣揚開去 當然啦 我們也都盡量應該是 檢討自己的行為 即是規行舉報 即不是說 怕了一些法律 還是或者影響你的五嫁人 不是這個原因 原因是 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是不是要告訴別人 我們是優質的一個群族 是不是 一個群組 我們不是一種 來到 只是懂得拗著數啊 貪小便宜啊 有風 洗盡力啊 你帶給其他人的觀感 就會非常之差 我希望大家 都可以奉公守法的 即是 Honest 做一個誠實的人 嘩 第二宗新聞就恐怖了 第二個就是 最近 英國 今天還是昨天 發生地震 地震 是啊 在這個 在Blackpool Blackpool 那個Black Country 上面一點點 那裏就發生了 黎克特制 1.5級的地震 不要用大字 小地震 是 那些人說 都感覺到那些街頭是 B beer 這樣 那些 爛鬼 就是好像爛鬼 有些這些車經過那些 叫做 那些聲音 這樣 那維持了大概兩分鐘左右 也不少 那很久啊 是啊 另外呢 就是 那個地震 就是離開地殻表面 大概兩公里左右 那這個原來已經是一個渝鎮來的了 第一次是發生在1月20號 就是在这个Irish Sea 就是爱尔兰海域 大概35公里 就是海边去出35公里左右的海藏那里 就发生了一个轻微地震 好像是2.1级那样的 一月的地震的余震 可以到现在才震的 是啊 好像张敬軒这首歌 一直可以震到3月4月都还可以 就是现在华尔 接下来还有数次这一类型的地震 那为什么会有地震呢 原来是人为的这个地震 是啊 因为List Trust 大家记得记得在他临走之前 我还记得说回List Trust 我看了新闻 咦 这也关他事 很厉害啊 这个真的有了到啊 话说他临走之前 就通过了一条重启fracking的法案 fracking就是 那种叫叶 什么牙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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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叫做叶岩油 开彩叶岩油 嗯 那他的理论呢 我是不懂的 那简单来说就是用一种在地面上 用一些高压的气泵 把一些化学剂 就混合一些水和沙 就打向 他找到有这个叶岩油的地方里面 是 就打进去呢 就令到他会释放一些天然气出来 而那些天然气就是我们现在 整天都不够就不肯和俄罗斯买那些天然气了 哦 好的 总之anyway 这个方法呢 就是要用高的压力 和水和砂糖化学剂 打进去里面 就要里面有这些这样的原料才可以了 对不对 那些叶岩油 就是一个提取天然气 就这样 就说完了了 OK 但这个方法呢 就是会导致人围的地震 是的 还有有机会引发天然的馀震 哦 总之就是会令你震 震震震震震震 震震震震震 对吧 但是呢 因为英国其实地下是有很多叶岩油的 是的 就是如果你愿意开采的话呢 我们是立刻变莎益 是 将 美斯啊 斯朗那些卖回来 对 个个都看近heen保 不是,放在狼队那裡踢球 狼队? 你不知道吧 Wooverhampton 放在鷹甲那裡踢足球 是可以有錢到這樣的 不是說笑而已 但是因為猜採他們 會導致地殼的變動 地質的出現問題 如果你之後再在上面建屋 就會出現 我們整個看樓 見過那些 Subsidants Step Cracking Mucking Mucking 都出來了 地上碎 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在日久之下 就會出現建築上的結構問題 所以其實英國在90年代 已經是禁止了 不給開彩 但是現在因為打仗 因為政府不夠錢花 又沒有天然氣供應 又怕緊張 所以當時幾個月前 在他下台之前 Listrace就去投票 可不可以再開彩花 結果被強迫通過了 現在就因為這個開彩又開始了 那就導致到Blackpool 就可能是因為這件事 就令到他有這個地震 我自己擔心的什麼呢 就是你說1.2級 2.1級就叫輕微而已 但是英國那些樓的抗爭能力是零的 是的 我不知道他起樓的時候會不會有計算那件事 我是從來沒有聽過有人有計算過的 我只能夠說 是的 我做了這麼多買賣 看過這麼多間屋 還有看過他們怎樣起樓之後 我是完全沒有辦法可以想像到他們有把這件事放在計算上的 還有你看到那些車這樣撞到屋裡會散 是的 那如果一來過可能4.5級的地震 哇大佬真的好像積莫這樣陷來的 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我們在英國其實就不太熟悉地震這件事 不跟日本 是吧 日本就 日本台灣那些就經歷地震而已 他們那些屋全部都有防震措施 我們英國沒有這件事的 那所以呢 如果他要繼續開彩這些天然氣 那其實對於我們本身的安全 是會造成一個問題 因為他不只是他開彩的地方會震 他震是可以在那附近周圍其他地方震 不一定在Blackpool開彩就是Blackpool震 可以Blackpool開彩在Manchester震都有可能的 是的 所以這個呢 就真的有一點點關心 好了 第三則新聞呢 我覺得跟香港人都很有關係 尤其是買屋的朋友 因為很多時候都有人問我 喂 蘇仔如果呢 就是隔離屋 侵佔了我花園範圍 又或者我被鄰居說我侵佔了別人的花園範圍 要怎樣處理呢 或者鄰居又瞞不講理 那我怎樣可以 是可以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都曾經不少人有問過這件事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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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story short呢 答案是沒有一個直接的解決方法的 嗯 那麽 但是呢 有英國人呢 就示範了一個長達二十年的爭辯 二十年啊 是的 那究竟是怎麽樣的爭辯呢 話說 就有一家人 一九九八年的時間 就搬了進去 途中這間屋裏面住的 那麽你見到前面有一個欄 一路的欄就伸到這間屋的後面 是 那麽這間屋是在倫敦的 那麽現在呢 已經是超過一個million的了 那麽 那麽他跟隔離屋呢 那個後花園的圍欄呢 就一直都有一個爭拗在這裏 那麽就說呢 買入的時間 那個圍欄呢 因為你看到一個泳池的那個就是 就是一個被告 嗯 那告人那個呢 就是靠比較靠照片的 最下方那裏 那麽他説那個欄呢 就是白色那一部分 是 那個欄一路呢 都不是在那個plan裏面的 就是不是 不是plan裏面說的那個範圍 是 那麽因為那時候 就是你倫敦的樓比較舊一點 那以前那些 那些 plan都是用手畫的那些 用手畫就不清不楚 那麽 那告人那家人呢 就說隔離屋呢 就侵佔了他兩棵樹的位 是 就是說他那個難過界線 越過了兩棵樹那麽多 ok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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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這些爭拗的 surveyor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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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請了他來 重新用電子的方式 digital 畫過那個plan 嗯 就將他兩邊那個 那個界線 已經解決了 那麽 現在呢 這麽就是你的 這麽就是他的 是 一個圖 清清楚楚 寫了在這麽 是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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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出來的 那個 那個成效的位置 是不一致 就是可能是 to the millimeter 還是centimeter 總之他都是不滿意 他覺得是 有問題的 嗯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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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負責的 但是他控告他的時候 順手就控告他前院 就說他前院有些東西圍欄 未收好 明明是隔壁屋負責的 又未收整好 就說要阻倒他了 然後法官說 我叫他賠 你賠回500磅給他 好 順立步 賠回500磅給他 基本上這件事 這件事告訴大家 這件事告訴大家些什麼呢 就是衛蘭 首先衛蘭我們聽過無數次是有爭拗 太高 油油又滴了人家 那些爛藤又爬到隔壁屋 又整爛了花 風打風打爛了 又不去維修 經常都是圍繞著花園的衛蘭 但是問題就是 這件事告訴大家的事實就是 如果你真的執迷不悟 打算告他上法庭的話 你最後都是得不償失的 唯一的處理方法 就是跟鄰居 好聲好氣 四四六六拆掉他 其實被告已經很可憐 避告已經是 bant backwards forwards bant over backwards bant over backwards 去去遷就他 滿足遷就他 但他執迷不悔地 要繼續前擾住被告 繼續告到他上法庭 二十年了 二十多年了 九八年開始搬進去 鄰屋是00年搬進去的 01年、02年搬進去的 一路困扰了他们二十年 你怎样做邻居呢? 我觉得你首先做邻居已经没意思了 第二就是 你如果这么执着的话 你是没可能 可以维持到一个好的邻居关系 还有 你那个难说真 英国人做事的方法和态度 大家都知道了 说几个centimeter 不说几个centimeter 几个meters 你其实都未必一算 所以为什么 现在新楼呢? 大家可能未必有留意的就是 你那个花园有多大呢? 就不是你去决定的 是由发展商去决定 发展商的contract里面也有写的 你自己如果有你可以看看 就是呢 如果他在你家屋成交之后 对花园的范围有所改动呢 你是不能够提出任何抗议的 你要由得他动的 是你要由得他动的 当然 他实际上的操作是reasonable的 但是在法律文件上 他说你这个boundary 是由他去负责决定 而他之后 在成交之后 仍然有权去更改你的boundary 其实某程度上呢 就可以避免了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争拗 嗯 因为 那个决定权根本就不在 那个业主里面 就是在一个发展商那里面 但是因为 你这一类型的物业呢 就是刚才在照片里看到那些 你应该是说的 可能六七十年 八九十年前 没有人出来主持公道 也都没有这些这样的决定 做会出来 所以就导致到这么多震压 但是我 都是建议大家 整天 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 喂 我这件事觉得不对 路不合理的 我要投诉 我哪里投诉 我哪里可以去告他 这样 嗯 就是在resort to 投诉和告之前 大家是应该 用 用你的方法 用 真的用尽你的方法 去尝试 当面和他先和解 嗯 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后面的 只会是噩梦 因为你选 你选 法律那条路径 你后面要走的路就很长 还有你所洗的洗肺 也是非常之大 不是说法律 保不保障你的问题 而是 在这一类型的糾纷里面 的而且确是很难分 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最后我想说一样 最近真的有很多人 PM 问过我的问题 是关于租楼的deposit 其实我曾经说过几次 但是我想再强调多一次 因为有很多人说他们租楼 嗯 就退租的时间 对方业主就要求他 赔这样赔那样 嗯 有一个说 他的厕所板他弄烂了 还有花灑弄烂了 他已经是买过一个新的厕所板 还有买过一个新的花灑头 是 就给回到业主 那业主说不同颜色不同款 就要求他赔 是 那这个呢 其实就不是很合理的 但是那个 是的 那个租客就说 觉得 我也不知道这样合理 还是不合理 问我意见 这样是不是正常的处理手法 首先 大家如果是 面对业主要求你赔偿这个问题 你第一件事要做的 我告诉你 无论是什么的糾纷 OK 第一件事要做的 你就要问一问 我的deposit 你有没有放进去 deposit scheme那里 tenancy deposit scheme 这个是由政府去support government backed的一个计划 就是那块钱就不是给agent 也都不是给业主 是放进去一个第三方的机构 去帮他暂时hold住的 那个deposit 直到你的租约结束了 大家没有任何的糾纷了 他才会release那个deposit 第二件事 如果他是有放进去的 你立刻要问他拿回那个 deposit scheme的 number 那个account的 number 如果他是没有放进去的 恭喜你 你是完全一个崩都不需要赔的 因为他没有放进去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犯了法了 另外呢第三就是如果他是有放进去 也都有 number 给你 也有任何的争拗 也都不需要和业主去争拗 也都不需要和agent去争拗 因为你是可以上回去 他放进去的deposit scheme里面 那个网页里面呢 是会有一个申诉计制 一个dispute的process 是可以去处理这些这样的投诉的 那你只需要跟回你的account number 进去吧 告诉你一件什么的事 为什么业主要求你做些什么 要赔些什么钱 以我自己的经历呢 你是不需要提供你的证据 去证明你没有做错的 是以后的业主去提供证据 证明你有做错的 还有他要你赔 他也都要有单有据证明 他那样东西真的要cost这么多钱 他才可以要你赔的 那所以如果你是作为一个租客 你只需要是open了一个dispute的case 然后就等他response 那如果他在指定时间 拿二个多好像是三十天 差不多 我忘记了三十天还是六十天 总之是time frame 总之是time frame 他在这几十天里面 他不response的话 那中间有个仲裁员 那仲裁员就会决定 究竟是谁对谁错 谁要赔多少 那如果他完全不response的话 那那个业主就一定是输的 其实基本上那个dispute的process 业主输的机会是极高 我只是说极高 因为他只要提供不到一个足够evidence 他就不能够差你钱 那所以大家在同业主 有这个deposit的抖分的时间 你就要懂得好好的善用 你是应该有的一个dispute机制 一个投诉机制 那当然了 我不是教大家 那些租客全部都要濫用这个机制 我弄坏了 我不管了 我怎么都不会认的了 我上去dispute了 那我不是叫你这样做 如果你真的弄坏了那样东西 真的是你用坏的 那你就和业主大家四四六六插定它 真的要赔多少的 那你私底下解决 你就不需要去搞到这么麻烦 你要搞几个月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出现 你明明我已经给了钱你去换回那样东西 我自己试过的经验就是 一个电磁炉 我们家租一家屋用的电磁炉 他崩了一个手指尾半只手指甲这么大的位置 崩了 他要求我赔回一个新的电磁炉给他 那这个怎么可能合理才行 我offer说我去买一个ceramic的repair kit 我亲自帮你弄回 他拒绝我 就要求我买一个新的电磁炉 那我当然死都不肯了 那所以我就和他拒绝 最后我一个先都不用赔 那这些就是业主无理的要求 那我们就可以善用这个机制 那如果你说真的是你弄坏的 是不合理的 是真的不合理的 那个鼻波豪被他打散了 那你要赔回一个like for like 给个业主 那也很应份 所以大家要公平一点 善于去用这种机制 好了 今集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小钟 就知道我下次什么时候出片 明天同一时间再和大家见 拜拜